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前陣子本人在節目中向特區政府提出了多項建議 當然林鄭坐在我們也傻了 只不過隔壁梳打浮似乎做到足夠了 人家在昨天宣布了 因應疫情影響經濟民生的發展 於是會有一系列的經濟援助措施 到底有什麼措施呢? 首先就是 澳門政府將會補貼所有住宅的三個月全數水電費 實情這個措施我們以前在節目中都建議過 只不過這隻林鄭就是不作為就是有權不用 其他不要說至少水費一定是可以作出寬免 因為是由水務處來收取 水務處是你政府部門 這些擺明就是有權不容 擺明就是不作為 明明可以做的 你都不去做 這些不用請示中央 很離譜 澳門還有什麼措施呢? 向每名永久性居民多發一次600元的醫療券 還有向弱勢家庭發多兩個月的援助金 同時提出稅務的寬免 退回七成的已繳職業稅上限2萬元 扣減企業所得的補充稅上限30萬元 這些根本就是真真正正做到援助企業 你特區政府在做什麼呢? 有得眼白白看著那些企業倒閉 起碼成哥都有一個所謂應急錢 雖然錢不是那麼多 5萬元 但起碼都頂一頂 特區政府做什麼呢? 好了 豁免酒吧和酒店等旅遊服務場所6個月的旅遊稅 退回營業車輛牌照稅 減免商業場所兩成半的房屋稅 還有一件事 就是向每名居民發放面值3000元的電子消費券 限於三個月以內在本地消費以提振內需 特區政府在做什麼呢? 很多政黨都要求你派錢 派錢這個訴求 不只是民建聯 有些人不看新聞只是以為民建聯 工聯會都有提 自由黨、新聞黨都有提 甚至乎泛民的民主黨和公民黨都有提 人民力量的陳志全還提了很久 派錢就是最好的辦法 因為特區政府不作為 而且又無能 與其等你打夠 不如民間自救 每個人現兜兜省一筆東西出來 我看到網上仍然有些人有個黑板印象 說什麼呢? 就在這裡說 澳門當然什麼都可以做 因為人家人少 所以他們派錢 成本也不是那麼貴 我們一起看看 到底兩地之間的比較是怎樣 首先就說說人口方面 香港人口截至2019年的年中 有752萬人 澳門怎樣呢? 只有67萬人 兩者相差是11倍的 但是庫房又沒有相差11倍那麼多 香港的財政儲備10257億 外匯儲備34294億 加起來是44551億 即是4.45兆 澳門的庫房又怎樣呢? 儲備5726億澳門元 外匯儲備1708億 加起來是7434億 兩者相差是6倍左右 但是人家已經是每年派錢 派了連續十幾年 好了 香港在做什麼呢? 派一次錢又說要花600多700億 但你有4.45兆 即是4萬多億 那你留在這裡幹什麼呢? 那些錢是你不派給市民 你是不作為 一味你在搞什麼? 大嶼在擔沙填海 要不就搞這種搞路 你不如派給市民吧 600多億是不是? 有什麼問題呢? 最好笑是有些 所謂泛民的人 走出來說起是而非的論點 他說為什麼要反對派錢 有些功能界別的議員 資訊科技界的莫乃光就說 對於政府盲目地派錢給市民有保留 對不起 這個不是盲目的 不派錢才是盲目的 跟你說在目前的社會氛圍下 剛剛 他有什麼 論點 他就說 不想政府只懂得派錢 缺乏具體政策 解決市民所關心的問題 就著這個論點 我已經在節目反駁過很多次了 派錢和解決市民所關心的民生問題 並行不撥的兩件事是可以同時進行的 因為特區政府根本上 就是在這個世界上 小有 是有財政儲備那麼多錢的一個政府 他絕對可以同時建公屋 又建醫院 建什麼建物 再派錢 還夠 千萬不要把兩者對立起來 就說派了錢就有些事情不能做了 對不起 他絕對是做得 只不過是不做 你作為立法會議員 應該督促特區政府去做多些事情 而不是叫他不派錢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他就說擔心 派錢會導致藥房在賣口罩的時候再加價 這些原因簡直是多餘 因為當口罩的需求上升 如果供應短缺的時候 無論如何 炒預不炒也好 價錢都一定會上升 你就照派錢給市民自己找門路去買 派錢給他人家不一定要光顧藥房的 無糧炒價奸商 是不是 就比你不派錢 不只是口罩的 莫乃光 醒一下 你現在買什麼都沒有 買米難買 廁紙難買 消毒用品難 當需求上升 供應跟不上的時候 價錢是否也會上升 你更加要派錢給市民才對 你就要急市民所急 叫你派消毒用品 叫你派口罩 你一定不會去做 你不如派錢 市民有門路自己去買 這是最好的辦法 人家都派消費券 這些事絕對不需要請示誰 你自己做到 欠了你特區政府 肯不肯踏出第一步去做 好 我們說說今天情人節 有很多專家都提出了一些 溫馨提示 我們逐個來看 首先是袁國勇教授 他曾經在一月份的時候 已經提醒過市民 他說香港的口罩沒有那麼多 政府希望市民做到 所謂社會疏離 Social distancing 盡量不要外出 不要上學 公務員如非必要 都應該留在家工作 同時市民應該盡量避免社交接觸 包括接吻和握手等等 他就說本港的情況非常危險 隨時會成為第二個疫區 大家在情人節的時候 就要再三聽聽 袁國勇教授的釘竹 此外還看到一宗消息 關於中南山院士團隊 在患者的多種分泌物和排泄物當中 都發現新冠病毒 他的團隊成員之一 廣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教授鄭則廣就說 他們在患者的尿 睡 血 唾液 鼻涕 胃液 精液 都分離出這些活的病毒 但淚和汗未有發現 所以就要再三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做出一些激進的行為 否則有什麼事上來的時候 都不知道怎樣向衛生署的職員交代 因為人家衛生防護中心的流行病學調查 就會問你到底跟哪些人有緊密的接觸 怎樣緊密接觸 哈哈哈 到時都不知道怎樣說 人家每天下午都會開記者會 會說哪些案件 哪些病例是有關聯的 到時就真是無謂 哈哈哈 所以千萬不要做激進行為 否則分分鐘搞到全香港都知道 好了 我們又說一些關於本地的發展趨勢 除了邊奴家族以外 原來還有兩宗都是出席的拜年的飯局出事 首先第一宗就是在年初二的飯局 已經有三個人先後確診了 其中一名還要是社會福利署的職員 他們去到北角的明星海鮮酒家那裡吃飯 當然這間店原來已經結束了 因為租約期滿 第二個飯局就是年初六的時候 有十二名親友一起吃飯 有兩人就已經先後確診了 另外十人就要接受醫學監測 所以大家就真是打醒十二分精神了 其實我在這個節目當中已經提過很多很多次 第二就是大家應該在這段期間避免出席任何的聚會和飯局 而且就要減少飲茶和打邊爐 如果你有聽我的節目的益友 相信就已經將危險性降到最低 因為這件事就算好了 也分分鐘首尾牆 因為在大陸不少 治癒的個案都有後遺症 包括恐防有廢纖維化 廢纖維化是非常嚴重的 而且不可逆轉 一旦出現了以後 剩餘的壽命只有2.8年 因為那些人會走路都棄速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以為死亡率低 就掉以輕心 因為一旦有什麼後遺症的時候 就會非常嚴重 而且目前的確診個案不算很多的時候 還有一定的病床來接收這些病人 一旦多起上來的時候 呼吸機分分鐘都不夠用 變成了另一個武漢 實際湖北為何會搞得那麼嚴重呢? 就是因為病人的人數太多 醫院根本上已經負載不來 那些人要用呼吸機來維持生命 他們是做不到 所以千萬不要說 沒事的 你真是非常大劑 這些心態是不能 大家可以看看日本的防疫情況 他們正正因為不重視疫情的發展 所以已經出現了本地人傳人的個案之餘 還已經有死亡的個案 當然他們又有政治因素滲襲在裡面 因為他們在夏天的時候 將會搞東京奧運 所以日本政府的防疫措施 是行得比民間更加慢 他們裏頭有些市民都開始要搶購口罩 但你看看日本政府 他們在防疫方面做得非常緩慢 其實他們不去採取一些有效的措施 一旦爆起上來 他們的奧運其實也是會停擺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